透过疫苗接种和各种防疫措施 近年来台北市侵袭性肺炎链囚菌感染症发生率逐渐下降 自105年每10万人口2.4人 降至111年新冠疫情期间每10万人口0.4人 然而随着步入后疫情时代各种防疫措施松绑 112年度又上升至每10万人口0.9人 我们看到全国是从96年开始推动长者的肺炎链固菌多糖体疫苗接种 当时是从机构著名慢慢的向下延伸扩展年龄到71岁 台北市是从106年开始就提供65岁以上涉及台北市的民众 来接种一剂多糖体的23架疫苗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感染的发生率从105年台北市是2.4人 每10万人口2.4人一直到口评疫情期间 因为个人还有各种的防疫管制措施 不管是全国跟台北市的发生率都有很明显的下降 那但是我们关注到112年这个发生率就已经开始有上扬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呼吁这个符合接种资格的长者能够多加来利用 卫生局表示接种13架结合型肺炎链固菌疫苗 除了可以产生抗体 还可以激发免疫记忆保护力较长 而接种23架肺炎链固菌多糖体疫苗 则可对于较多型别的肺炎链固菌产生保护力 完整接种两种疫苗才能达到完整保护力 很多长辈都会说 我已经打过23架的公肺肺炎链固菌 为什么还要打13架 因为13架它也可以激发更好的免疫反应 而且它的免疫保护力会更长 它可以同时激发T细胞跟B细胞 这两类是我们体内的专责免疫的细胞 然后打完13架跟23架两者一起打 我们可以得到几种保护力 可以得到同时25种血清新的肺炎的保护力 大家知道不管是在全台北市 或者是全国的统计数据 第一名是癌症 第二名是心脏病、畏属慢性病 第三名随着我们刚刚理事长提到的 第三名的死亡率就是肺炎 所以预防肺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台北市以及全国 我们提供以下的服务了 全国65岁以上的长者 都应该要同时接种13架跟23架 请看我们的背板 每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 都要接种13架加23架 两者间隔一年 如果我以前接种过公肺的23架 那请隔一年之后接种13架 等过来如果我从来没有接种过 任何肺炎链球菌疫苗 我今年刚刚刚刚要满65岁 那我们就优先接种13架好不好 这样免疫保护力会更好 由于肺炎链球菌疫苗和新冠疫苗 可同时接种在不同手臂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建议年长者 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 可同时接种XBB新冠疫苗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